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春季的标记所在位置 首先是要西边最上边的传送塔 然后一路往北跑 跑到看到这个蜂巢之后 蜂巢前面的这个悬崖就有那个标记了 第二个西边的标记也同样是在这个传送塔的附近 传送塔出来之后往下跑 跑到跟北部相通的这个山沟 这个山沟的石墙上边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标记 西边我们整完之后就往北边传送 北边的话往这个湖边的这个传送塔传送 传送完以后我们往那个红树林里面跑 在这个红树林里面你会发现有三个护栏 这三个护栏的中间就有我们的第三个标记 然后北边的第四个标记就是在那个瀑布 就是连接中央地区的那个瀑布的下方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标记 西边跟北边的标记我们就找完了 之后就是去到中央区 中央区的话是中央区的最右边的这个传送塔 到了后直接往南的那个方向跑 跑到看到这一树紫光后跳上去 那边就有我们第五个标记 这个标记的所在处跟主城的后门很接近 所以剪完这个标记后 我们可以穿过主城到主城的北门 因为我们第六个标记 会是这个中央区的这个石桥 像桥一样的这个山 也就是接近北边的这个石山上面 路过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这些果实 这些蔬菜剪了完全不会亏 到了这石桥上面 这正中央就会有我们第六个标记 然后就是我们最后两个标记 就在南边 南边的话我们往池塘 也就是中间这个传送塔传送 因为我们的第七个标记 就在池塘中间的这个石塔 石塔上就有我们第七个标记 剪完这第七个标记之后 我们可以往巨人的那个山洞里飘 飘到中间的风扇往上飞 在第二层你就会发现在右边会有一个小山洞 我们最后一个标记就在这山洞的里面 接下来是沙漠区域的标记位置 首先沙漠西部的最下面这个传送塔 传送到这后往这个坑里跳 然后那标记就在这坑里那个池塘的旁边 那么沙漠的第二个标记 会在西部的最上面这个传送塔 东边的这个高山的顶部 就有我们第二个的标记 第三个标记会在沙漠北边的最上面的传送塔 传送之后往地图的边缘走 一直往北 第四个会在北部矿场中心 也就是中间这个传送塔 传送后会在我们脚下的一个矿洞里面 第五个的话就要回到去中央区域的最上面这个传送塔 传送后一直往东跑 也就是之前那个大虫子的那个位置 第五个标记拿完后就要去到第六个标记位置 第六个标记位置就在中央区域的唯一的绿洲 绿洲的边上就是我们第六个标记的位置 第七和第八会在我们的南边 所以我们要往下传送 到南边的这个传送塔 传送到后我们要去巨人所在的位置 巨人头上的这个石板桥 桥上就我们第七个标记 第八个标记就要去南边的最左边这个传送塔 到了后直接往西跑 这边高山比较多需要往上爬一爬 到了之后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标记 以上就是全部标记所在位置 希望这期内容可以方便到大家 我是韩大料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